2023年,中国电影喜报频传,全年总票房收入近550亿元人民币,国产影片包揽前世。 相比之下,好莱坞大片逐渐示威,去年一部好莱坞电影也没进内地票房前世。 美媒报道指出,中国观众更倾向于优质多样的国产影片,而好莱坞若不放下傲慢态度将被冷落时必然。 即便像《海王2》等片尝试短视频营销,巡回宣传,是爱中国观众,票房成绩却跌入谷底。 近年来,中国影视作品展现强大自信,引起广泛共鸣,观众口味转变并好莱坞束手无策。 专家认为,要想重拾中国市场,美国电影公司需深度研究中国文化和观众需求,否则,一部好莱坞大片能赚数亿美元的时代已经过去。